当我们为建立新世纪生命科学而研究自古以来就有的气功及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时 就要运用全部现代科学的成果及思维 一旦运用现代科学思维透视气功及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时 我们又必然走进东方古文化中 在那里发现人天合一的奥秘 当我们由现代走入古代 又由古代回到现代达到古今通融时 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大智慧是相通的 同时还会发现 要想刷新人类的科学文明 要想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各种生存危机 我们必须从现代科学的角度重新产发古文化中的精髓 然后以拓宽了的眼界重新审视人类在今天的生存环境 我能找到我非常高兴 我感谢徐老师 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工友对我的观念和帮助 我争取走得更好 爬上太上去 1993年10月19日至20日 壁谷进入了第五天第六天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高度发达的世界中 又生存在一个污染日趋严重 生态环境日渐恶劣的世界中 癌症 艾滋病以及各种灾难性疾病警告我们 必须改变人类的现状 这也就是我们新世纪生命科学要参与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 壁谷 中国古代的气功功夫 人体特异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人所称壁谷 既是指不吃无骨 不吃粮食 不吃饭 更广义讲 即不食人间烟火 壁谷并非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讲的绝食 壁谷是古代一种气功修炼的高级功夫 壁谷者不但可以正常活着 而且还要调整身体 治疗疾病 开发功能 易受延年 随着壁谷进入第五天 第六天 我们的考察也在深入 我们采访了气功师徐杰和 我们与探望壁谷班的军事院校的领导与教官交谈 公正团的统计在继续 调查在越来越细致 越来越精确 我们在采访方方面面 这是准备今天晚上的晚饭吗 对 准备晚饭 今天晚上的晚饭 那你对壁谷的这些人 他们来不来吃 他们来这吃饭吗 他们不吃 他们不吃啊 对 那你这给谁准备呢 你设置主 那你对这个壁谷怎么看 我看他们八成事都不吃了 都不吃啊 你觉得他们这是蒙人的吗 我起车不信 现在好像不是蒙人呢 壁谷班都不吃饭 拍摄壁谷班的设置组却在吃饭 设置组人员也是在拍摄气功与特异功能的过程中 越来越相信和接受气功事实的 有两个礼拜我没见他上这来买饭吃 看来是真的啊 我没见他上这来买饭吃 那就是其他的 人家就都没看得上食堂的买饭吃 那吃其他人吃不吃我就不晓得了 他要吃饭那上食堂 就一个食堂他没地方吃饭 其他人没见他 太好了 小伯爷 你的情话我听说了 第一次壁谷是七个多月 这位女同志壁谷七个月 而且这是她第三次壁谷 她第一次壁谷是在1991年农历十月初八 一进入山西的空灵山 就自然而然地开始壁谷了 这一次壁谷长达二百二十五天 真可谓人天感应 大自然给了她壁谷的信息 这位小朋友患有糖尿病 母亲带她来参加壁谷班 效果不错 我们了解到这个壁谷班有相当数量的糖尿病患者前来参加 效果普遍很好 那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 你们能从这一现象中得到启发吗 就是从来到这里嘛 好 好的 就是从十四号 十四号来了以后 听了讲了一课以后 就昨天晚上比较那个 就是有点厉害一些 有点反复的 反复 没关系 但是我给她换了以后呢 小便是四个家号 啊 小便没差 啊 昨天是吧 对 今天就是 刚才给她换一下呢 小便呢 已经没有家号 没有家号了 对 啊 今天警察还好 今天已经没有家号了 对 昨天睡着了 不想动 今天警察还好 昨天四个家号 她说什么时候开始壁谷了 她进入壁谷状态了吗 这一次啊 就从来 从这一次来到 几号开始来的 就是 十四号开始就没吃东西了 十五号 从十五号 十五号开始吧 十五日开始的 十五号那天吃什么东西了吗 我们呢 没吃什么东西 你就如实告诉叔叔好了 就吃个大西瓜也不要紧的 不吃就不吃 不吃也挺好 挺起自然 想怎么怎么样 我们的调查 力求严格精确 因为我们推广 这样一种不吃饭的人体科学技术 务必慎重 对全人类负责 就喝了 就喝了矿泉水 这里提到这么一个问题 她说在壁谷以前突然发生投影 有听权 避传根是很能受 然后呢 在攀登泰山之前 气功师徐杰和正在回答学员们的各种问题 现在就要走了 我就想希望能留下这个信息啊 一呢 希望您有一个奇寸的照片 外面包裹剁料 给我们每个人呢 二呢 希望老师我们买了您的副作 也是为了留您的信心 给我们签个字 第三 这位学员 谈到艺术与气功的关系问题 其实自古以来 中国艺术中讲的精气神 不过是气功修炼中的典型术语 在做矿泉水发工制造信息 不是我们愿意拿一个自己最喜爱的东西 让你给发工 给个信息 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带回去呢 愿意自己避 也可以避坏下 愿意给别的 也可以挡个信息 就有这么个要求 风电针正在填写学员自愿登山调查表 在登泰山以前 每位学员都要填写这种表格 已经一百多个小时不吃饭了 他们没有倒下 他们在准备攀登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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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准备攀登是一个治愿一的 梦平的心里 于是 robbin以为 有点准备摇 一姐还有她 你大家都知道 你 downhill 来天啊 大家一起测试 一眼 也都在 你在这下 女人 pessoa 人家 你都大概 你今лад coming 往往 别让你 男士 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彭祖 中国古代的气功祖师之一 也是碧谷大师之一 中国古籍中关于碧谷的记载很多 1973年 湖南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 《雀骨石器篇》 可以说是2000年前气功学专著 也可能是目前已发现的 最早记录碧谷的博书了 碧谷在那时 已经在社会宫廷广为流传 威山湖张良墓 史记刘侯世家记载 刘侯性多病 既行导饮不识骨 刘侯既刘邦大名鼎鼎的 谋臣张良 近代葛洪在 《鲍谷子之礼》中道 张良随修导饮 绝骨一年归清举之道 这就表明张良曾碧谷长达一年 对待这些记载 现代人大多只是一笑置之 正是在这一笑中 把古人留下的一门高级养生技术 丢掉了 1993年10月21日 碧谷进入第七天 碧谷长达144小时的200多名学员 整装出发奔赴泰山 《鲍谷子之礼》 所有希望战胜疾病 争取健康的人们 看到此情此景 你们不受到鼓舞吗 是什么样的奥秘 使这些人在六天不吃之后 以这样一种镇静 而又昂扬的心态 去攀登举世闻名的泰山 1993年10月22日 农历九月初八 重阳节前一天 碧谷进入第八天 《鲍谷子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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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良好 今天爬山您觉得能不能到顶 能到顶 能够到顶 一定能够到顶 好 您闭过多长时间了 闭过就八天了 八天了 有饥饿感吗 没有 精神呢 健康好 还好 是吗 体力挺壮的 那我听说你们现在有开始吃东西 有没有了 没有 就是炒料吃水果 吃水果 那你们觉得今天爬山有没有喜新 有喜新 你觉得你现在这个身体感觉怎么样 挺好 闭过多少天了 闭过八天 闭过八天了是吧 我娘娘是六十一岁 你现在想吃东西吗 我是吃些水果东西 部分全壁谷学员 在攀登泰山的前一天 开始吃少量水果 而且大多是精神上的需要 小菜好的吗 我三十几心的 十几心好的 我还是挺好的 好好 自清晨六点五十分开始 徐杰和在生鲜房打坐 发工布场帮助学员们攀登泰山 老同志 您好 请问您今年多大高寿啊 您走边 我刚才学了 转了一圈 长头开始 今年才洗水 您觉得感觉怎么样 精神 精神好吗 整心还好 我现在是买买的不发黄 您壁谷已经多少天了 我是六天 六天 全部是七天 全部是 六天是券笔 后面走后怎么 六天券笔 吃了五不克蜂蜜 都是水喝的 其他人换不去 您觉得壁谷 之前跟壁谷以后 这感觉怎么样 精神状态有什么两样吗 心体挺爽 我想打到载头哭 现在有一个壁谷爬山同志 已经开始有点赶紧悬晕了 刚才摔倒了一个 咱们咱们现在采访一下 都要如实地展示给我们的电视观众 好多了 那您刚才怎么回事啊 晕 晕啊 您几天没吃饭了 一直没吃 水果呢 今天早上吃没事 没事吧 吃个西红柿 七天没吃全壁谷 今早吃了一个西红柿 转为半壁谷 你怎么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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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挺棒的 就是一路上我得到了好多同志都给我的帮助 我拍了好多病气 我自己感觉很好 就是好像天上有那么一股力量 有股气从我那个白红线路整股往里边灌 灌完了以后后背感觉特别的热乎 特别的好 感觉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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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路上还有好多同志都帮着我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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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泰山的半山腰 采访一下这次壁谷的公众人管签同志 这是一位离休的将军 今年六十八岁 他与所有的学员一样 自费来这参加壁谷班 并且在壁谷八天之后 攀登泰山 比过八天谈泰山 疑似神仙来下凡 二百度个平常人啊 一身探索荡提汉 度空心满不就苦 八天为庸燕河虎 不是持家客行生啊 比过健兵二百五 我们要这么说的 我准备还要上去还要写两首 写成四首 我现在觉得他们这些壁谷人 爬山的感觉怎么样 壁谷爬山啊 应该是比较近的 但是我们这些壁谷人啊 有相当一部分是来驱兵健身的 他们是呆着病 在壁谷节节爬的 但是已经能够做到这样啊 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们我相信啊 这个极大多数人都能够爬上冰峰 不会说因为爬山 出现什么一些意外的现象 不会发生意外 按通常观念讲 几百个体弱多病者 八天不近时攀登泰山 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威胁 我们事后知道 参加本次医学监测的徐州医学界人士 曾暗中做了各种抢救的准备 您是从鸿门爬上来的吗 我是从中天门 哦 中天门 原来是讲着从鸿门爬 哦 因为有老同志 我们那组有高血压的 哦 让我治了这个病 哦 现在我们就要快到南天门了 在这儿呢 我们遇到一位肺癌的患者 他这次也参加闭谷 这个学员班 下面我们让他谈谈他自己现在的感受 您好 您闭谷多少天了 这次啊 这次闭谷从十三号下午开始 您闭谷以后现在感觉身体状况怎么样 清楚 清楚 是吗 对 看来感觉上你的病什么 比以前有所好转吗 对 大有好转了 大有好转 老子告诉我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 是吗 哎呀 那太好了 我是从三月八号 呃 陪着片子三月九号做的西街 哦 我就找到那个三月份 跨院那个气功满去 这位学员从三月份就开始 参加徐杰和的庇护班了 当时就这样说的 嗯 对 好像是呃 对 等 不要不要治疗 也不要治疗大人 通常以后我从擦死病到现在没吃一粒啊 哦 没吃掉一粒 那现在你感觉身体状况挺好的是吧 比好的时候还要好 比好的时候还好 比好的时候还好 那好的时候呢 原来就是心脏病啊 实性批法性招搏啊 嗯 还有有时候把头疼啊 赤子污脸 对 呃 吃气垫了这个肛以后呢 就好像昏身轻松 对 我看你爬山这个特别的轻松啊 比我们都爬的快 如果不说您是得过那个病 真真不相信你是 你是一个有重病在生的这么一个 现在全好了是吧 哦 对 那好那好 那您是患了什么病 参加徐杰病 哦 参加徐杰病 那现在参加徐杰班以后 自己这个病怎么样 病情 五月份参加徐杰班 从现在也没有吃药 也没吃药是吗 对 往年水果都不能吃 今年吃了很多水果 那看来壁谷真是对身体大有好处 大有好处 是吗 有好多疑难夹症 通过壁谷都可以解决 啊 怎么累不累 你八天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没有 嗯 吃什么呢 啊 苹果这些水果 这些水果 没有吃主食吧 没有吃主食 都没吃东西 请问 您姓什么 我姓王 叫什么 王万美 您是在哪个单位呢 我是北京的 北京的 好 您是第几次壁谷了 第三次 那这次壁谷有什么感觉呢 我感觉良好 你不看我上来了 这是一位营养学家 营养学家参加不吃饭的演习 这确实令人深思 恐怕我们对营养的概念要重新思索 对人类摄取营养 摄取能量的方式要开脱思路 人与自然交换物质 交换能量 有各种各样特殊的方式 这些方式还未被我们现代科学所认识 古不自封是没有希望的 下边有人上了 加油 加油 往后你们俩 人类在科学领域也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攀登 把一个又一个高峰作为旧的事迹踩在脚下 请问一下就是说您是不是跟着他们上来的 还是说那个自己单独上来的 我们跟他一起上来的 从地下爬上来的 这些同志一个一个跟一个很精神 八天没有吃饭 精神很好 请问一下咱们这个就是壁谷养生班同志 有些是患癌症的 他们这次爬到山顶有没有患癌症的同志 有的 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有五六人 希望患有癌症的朋友们 能注视本片拍摄到的一切有关事实 为了战胜癌症 为了战胜艾滋病 为了战胜一切人类目前难以战胜的疑难病症 生命科学的探索必须进行下去 我一直给人参加的 可以让说它是七天壁谷 所谓壁谷 从我们的概念 一些概念 就是不吃不过杂粮 这其中有一部分人确实是什么都不吃的 光喝点水 一部分人吃了水果或青菜 都是生的没有熟的 灯散了之后呢 我是随着他们上来的 我实际上 我可能没缺乏锻炼 我个腿上来聊的 可是这些人呢 看看吧 蓝帽子不少都上来了 说明这个壁谷啊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应该这样说 应该客观的说问题 那么调节性体的这个脊胜状态 对吧 这情况提高的精神的状态 都很有好处的 我们作为医学公众朋友们的时候呢 只能起到那么一个作用 只能观察到如此 也只能谈到如此 瞧 这位十岁的老人多潇洒 加油 朋友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会 当你心神衰竭时 你真想一躺在地 觉得那样再舒服不过了 这里几乎包含着 全部疾病的深刻奥秘 而当你摆脱一切劳累束缚 站立起来时 那里又含着战胜疾病的 全部启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您好 终于上来了 这次回一定能好的 特别激动现在心情是吧 各位观众 他看到这么雄伟的气魄的泰山特别的激动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们继续登吧好吗 朋友 当一个人不吃饭时 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当整个人类获得了食物以外的能量时 人类的意识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攀登泰山与壁谷结合在一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 泰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攀登泰山与攀登竹木狼马峰一样 都是我们人类对于高境界的向往与追求 当我们拍摄的这一群人在空腹七天之后 在第八天成功的攀登上泰山时 我们可以向全人类大声发问 我们人类究竟是什么 我们人类的潜力究竟有多大 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是对人类自身奥秘的一次成功的探索 是对人类自身极限的一个挑战 今天的泰山之地被壁谷者占领 各位工友 各位同道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都已经站在了泰山顶上 是不是 是 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第八天没有吃饭了 是 大家想过没有 这意味着什么 到现在为止 我们从早上六点钟开始出发 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的所有的学员都已经来到了山顶上 吸老子给我第二次成命 我怕他太太是吸老师给我那个哭命 我怕他太太很激动 我感恩,我感恩,學老師。 沒有今天,我... 我感恩,學老師,我不好受,我今天... 我沒想到的,我會怕到這個太難靈了,能過到今天。 所以這次,我表示我... 這次,謝謝學老師。 我是... 這個腦血算行程已經是住院兩個月。 您怎麼保護自己啊? 您這下的行程是慢慢的? 我14號出院。 14號就到了,到了咱們的學習班。 這一次我閉鼓,我什麼... 也不是那個... 反正沒全病。 但是我身體很好。 各位同志,我是最會吃飯,最會吃東西肚子不飽的, 甲康嚴重的病人。 25年來我沒有好過。 徐老師給我發工以後, 我的甲康嚴重的病人都下去了。 今天我... 憋了八天的骨。 很勝利的,很輕鬆的,上了派山。 我現在... 向大家講一聲,我的身體特別好。 感謝我們中級的徐老師。 我叫劉愛華,今年41歲,在徐州市富幼醫院工作。 我原先患有二型糖尿病,血糖在300到400之間。 而且尿糖四個加號,曾經住院治療,效果不好。 在我極度痛苦之時,我學了畢骨養生素。 從三月份到現在,我體重減了三十六斤。 而且血糖尿糖都正常了。 一斤老王,是田香外。 我狼羞田外,我四下王。 我狼羞田外,我四下王。 飄飄幼幼,我學一坦呀。 都沒有藍帽子,這是我一個,我想啊,我是最後一個了。 不過我心裡想嘛,我一定能趕上的,我就使勁爬呀爬呀。 到後來我感覺越走越輕,越走越輕,一點都不感覺累。 竟然也特別好,似乎好像覺得有死不完的劲一樣的。 而心裡又想著老師,想這些工友們啊,我越想越有勁。 所以,不知不覺的就像採雲菜一樣就爬上來了。 在今天這個特殊的天氣之中,大家都知道,今天煙光燦浪,春光萌美。 那麼這種春光萌美,是寄託在我們秋意綿綿的特殊氣氛之上。 那麼此時此刻,我想,大家與我一樣激動。 大家記得嗎? 我們今天是十月二十二號,是十月二十二號。 我們的二百二十二位學員,都來到了我們這個山頂上,來到了太山頂上。 那麼,這眾多個餓,意味著什麼?我們餓死了嗎?我們餓得了了嗎?我們不是還仍然,像正常人那樣的,到達了我們平常人,很難爬山的太山頂了嗎? 我想,在我們今天爬到山頂上的童子中,年紀最大的七十多歲。 最小的,我們說,是沒有進入歷史年的童子。 那麼,在這個場合上,我想大家都相當激動。 那麼此時此刻,我不想更多什麼,也沒有想更多的表達什麼。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我們的成功,是我們所有的同道,公有,是所有的朋友,共同努力的象徵。 同時,我這樣想,我們已經創造了一個我們中國歷史上沒有創造過的旗子。 也可以這麼理解,在幾年,甚至幾十年以後,不一定會產生同樣的旗子。 那麼我想,我們今天,是一個很吉祥的日子。 這天,每年的這一個天,我們將成為我們背骨燈太山的一個特殊的日子。 所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民眾,所有的平平凡凡的人, 所民主,所有的人的力量,創造了奇蹟。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1993年10月22日,20點,泰安建築工人療養院,泰山壁谷班公正團, 舉行莊嚴的公正簽字儀式。經過嚴格的考察與觀測,公正團得出觀察結論如下, 碧谷班260名學員碧谷8天,其中91名學員全碧谷,86名學員半碧谷,83名學員次半碧谷。 身體生活情況均屬正常,不少人治癒了疾病,其中222人參加了登太山活動。 此次碧谷登太山活動取得成功。 請一切關心生命的人,關心本篇往下繼續拍攝的一切。 我們將展示一個又一個越來越神秘的事實。 我們將破譯一個又一個人類神秘現象。 生命科學探索設置組已經結束對泰山壁谷班的考察, 就將吩咐新的人體科技的實驗現場。 以及極端基因。 對泰山的定義和努力探索設組, 就算是全成功的律師。 unle見到一切, 假裝心扮演了一切單位於雇性的智能。 請忘了它將行結束!